大皇子表面和善,内心都是恶毒 想着手下在边疆送的计谋 信中希望老三不要挡自己路才好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边疆来信,此次战役由三皇子和云同大人打头阵 圣将军带领大军,对敌军强势压境 云丞相作为军师,带领副将们坚守军营 大获前上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众爱庆平山,同喜同喜 看着送信的士兵并未起身 还有什么话,尽管说 皇上,此次虽是大军营了 可三皇子,云丞相,圣将军等人接受了重伤 差点一命呜呼 还好,年纪尚小的清月俊儒 从老家日夜兼程不敢停歇地 只身带着七个小丫鬟 赶到军营带了上好的伤药,才救了几人 当时情况甚是凶险 若是没有他及时赶到 怕是 又是云丞相的小姑娘 真是哪里都有他 这般有能耐 听闻长相比陈贵妃还要美上几分的人 怎么就落在老三手里了 父皇,儿臣觉得军营重地 一个女人家家的 怎么可随意入内 实在是 此行为很是不妥当 这老大果然是个蠢的 像他那不择手段的母亲一样 总是爱蹦的 若不是看在你是我的血脉 早就一巴掌打死算了 像我这般英俊神武的明君 岂料因为女人的算计 而留下了黑历史 瞧瞧老三 自打在娘胎里就如此优秀 长得是如此的俊美 不愧是我跟陈贵妃的宠 嘿嘿嘿 老三棒 老三真厉害 几个儿子当中最像我 这次赏点什么好呢 清月郡主 欲至殊慎 才德奸行 从无恶名 其爱国英勇 当属天下女子之表率 特封为福乐公主 赏赐金银珠宝若干 封帝 命则即日被点 三皇子此行 待朕出征 英勇善战 事故邦家人孝纯身 早闻睿者 朕亲程景夜 死龙正絮 可历时安为皇太子